持续来关心卫福部嘉义医院麻醉科主任曾庆辉的女儿 在南韩首尔被酒驾民众冲撞混沌异乡 父母亲同事爱女上青瓦台联署网站请愿 等等五天联署人数破了20万人 南韩政府必须要有所回应 南韩警察厅6号透过影片强调 肇事驾驶已经送交检方来调查积压 而且承诺会延成酒驾行为 最重可判无奇徒刑 消息传回台湾 曾医师只透过医院低调回应 感谢各界的关心 南韩警察听透过影片向曾庆女博士生 以及家属表达慰问 这是女博士生的父母 也就是嘉义医院麻醉科主任曾庆辉发起联署 希望南韩政府针对酒驾修法 短短五天达标20万人的联署门槛后 南韩当局首度作出回应 曾庆女博士生在首尔被酒驾民众撞上 混沌弑断异义香 事隔一个月南韩当局不止表态 已经把驾驶积压审查 更承诺会严惩酒驾 驾驶最重可被判处 无奇徒刑 别之意义 事发后曾医师夫妇化悲痛为力量 跨海发起联署 希望韩国政府重视酒驾问题 如今南韩官方作出回应 夫妻俩反而转趋低调 只透过医院体系 谢谢各界关心 也判南韩司法能还给宝贝女儿一个公道 借蔡琼吴嘉宜报道